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9月28日 斯洛文尼亚判胜瑞典 欧洲国家联赛联赛B组中的地组 周三凌晨将会有角逐进行 届时斯洛文尼亚做客瑞典 虽然两队都没有出现机会 但此番胜负将会关乎到最后哪队会是小组垫底 考虑到客军近况更佳 斯洛文尼亚此行俨然更具胜机 瑞典步伐有在四大联赛效力的球员 诸如迪赞古路斯夫斯基 艾美科斯被制 马迪亚斯史云铺以及二奥陈等等 整体阵容面上 瑞典战斗力尚可 世界排名第20足以说明一切 事实上 瑞典经界分组赛交出的表现 和他们的世界排名以及阵容实力并不匹配 甚至可以用令人失望去形容 虽然首轮分组赛在艾美科斯被制 以及迪赞古路斯夫斯基各建一公的情况下 以2比0击败斯洛文尼亚迎来开门红 但五轮分组赛过后积三分暂时小组垫底 就算他们和第三的斯洛文尼亚只有2分的差距 瑞典亦很难说有十足的迎波把握 皆因瑞典目前正吞下一波四连败 其中后防军场是2.5球 且每一场都在上半场处于落后位置 现实士气低落的瑞典 还是不宜高估 斯洛文尼亚投四轮分组赛过后仍在苦苦寻觅属于他们的首胜 终于 他们在第五轮分组赛中等到了首胜 石宝拿和毕歇斯高联手共入两球 成功击败挪威 令后者和塞尔维亚五轮过后同击10分 出现悬念持续到最后一场 竟显水鬼本色 和瑞典不同的是 斯洛文尼亚阵中在四大联赛效力的球员较少 最出名的绝队是队长奥比利 同时还有诸如鼻祖和陆夫利等 封线方面 并无在四大联赛效力的球员 而世界排名第65位和他们今届赛事的发挥基本匹配 只不过斯洛文尼亚两次面对榜首挪威保持不败 而瑞典则惨遭双杀 因此精神属性方面 实力以及国际排名军更烈的斯洛文尼亚要更加 考虑到他们上仗才喜获首胜 士气层面上俨然比四连败的瑞典出色 看好斯洛文尼亚此番能够赢播 守住第三的位置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